这个走路带风气场强大的男人就是地表最强奇遇 传说没有什么是他一拳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那就两拳 这一天经费战士杰诺斯找到奇遇老师 要跟他切磋 他想知道老师真正的实力 此刻杰诺斯显得格外认真面对奇遇 他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一瞬间机械身躯飞速启动 他已经做好了全力以赴的准备 即便奇遇表现得风轻云淡 但杰诺斯依旧地网引擎拉满 飞窝轮增压全开 瞬间对着奇遇飞踹了过去 却被奇遇轻松躲过 转身侧踢奇遇再次闪电 经费战士不断燃烧 每一击都带着闪电 只见他凌空跃起 一记强烈的橡胶战斧披下 奇遇闪躲到半空 尘土飞扬中一道燃烧炮射出 巨大的能量将地面打出一道燃烧着的沟壑 就连山体都被冻穿 然而杰诺斯意识到 这样的攻击根本伤不到奇遇分毫 自己就要先被累垮 只有拼尽全力才会有一丝胜算 于是他立刻开启暴走模式 身体伴随着闪电瞳空而起 和奇遇在天上的褪追魔感 躲过之处只有爆炸和毁灭 突然间奇遇消失不见了 在黄金眼的扫描下 杰诺斯发现奇遇正在高速移动中 他直接落到奇遇面前 封锁了他前进的道路 随后使出了终极必杀 一股毁天灭地的能量 瞬间充斥整个战场 势必要将眼前的一切灰飞烟灭 这样的攻击总该能让老师 展示出真正的实力了吧 可下一秒 杰诺斯对这样的战斗并不满意 因为老师总是在闪躲 他希望老师能够认真对待 不要手下留情 话音未落 奇遇出手了 他一瞬间来到杰诺斯身后 一记普通拳打来 在杰诺斯眼中 他面对的不是拳套 而是充满死亡未到的恐怖杀意 关键时刻奇遇停手了 他的地球中生全直接给杰诺斯换了个发型 却未伤他分毫 但杰诺斯依旧惊魂未定 望着奇遇沙雕般的背影 杰诺斯知道 自己这辈子恐怕都无法超越老师了 因为两人根本就不在一个次元 既然无法在实力上超越 那么在饭量上他是不会输的 于是两人又比起了谁的饭量大 小伙伴们你们觉得他俩谁更能吃呢 吃完饭 奇遇正准备回家 突然一声凄厉的惨叫声传来 原来是在城市的郊外 一只虎级怪兽在肆意地屠杀人类 作为C级英雄 奇遇当然不会不管 一个大跳飞到郊外 将独眼怪兽打飞了出去 怪兽大怒 独眼中发出高能粒子炮 奇遇随意闪躲 根本伤不到他分毫 怪兽健壮 降落地面 准备给对面这个鲁蛋来一记大招 然而奇遇根本不想浪费时间 一记普通拳朝怪兽打了过去 消灭完怪兽后 奇遇回到家已经是傍晚 忙碌了一天 他准备犒劳一下自己 吃一桶没有鸡腿的鸡腿味泡面 他倒入开水 拆开筷子 刚准备开动 突然一只苍蝇落到了手上 奇遇瞅准时机 猛地拍了上去 没想到苍蝇竟然躲了过去 奇遇再抓 又被逃走 最后竟然落到了奇遇的大光头上 奇遇怒了 他放下筷子 用出了超高速瞬间移动 在房间里疯狂走卫 一顿操作猛如鼓 是要将这只讨厌的苍蝇消灭 双方的搏斗沿起了强烈的震动 楼上两个孩子的积木塌了 楼下夫妻中的妻子 羡慕地看着楼上 最倒霉的还要数这位喝红酒的哥们 再坚强的外表 也掩饰不了他内心的伤痛 终于尘埃落定 奇遇松了一口气 可等他打开泡面筒 准备享用的时候 一场战斗 再次拉开序幕 第二天 苍蝇还没有被消灭 奇遇只好找来杰诺斯 想问问他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奇遇认为这只苍蝇可能是变异的龙级怪兽 否则身为地表最强的男人 怎么会折腾了一碗还束手无策 杰诺斯惊呆了 他也表示没有办法 两人只好先看电视 但是电视信号总不好 奇遇问杰诺斯会不会修电视 这时杰诺斯想到了一个中国古老的办法 只要拍一拍电视机就能让信号变好 奇遇信以为真 第二天 一只巨大的螃蟹怪正在袭击城市 而奇遇和杰诺斯正在家里看着新买来的电视机 此时电视中演到一种最近很流行的打招呼方式 奇遇很感兴趣 问杰诺斯要不要试试 对于老师的要求 杰诺斯自然答应下来 于是两人坐在桌前开始演示 杰诺斯手臂没了 电视机也摔在地上碎了 但是还有画面 新闻中报道此时郊外发生了丧尸咬人事件 一个女孩被大批丧尸包围 希望各位英雄前去相助 首先来到的是A级英雄宇宙的后裔 只见他一枪一刻轻松消灭丧尸 突然又一大波丧尸袭来 后裔的枪已经不管用了 就在这危急时刻金馆长闪现而出 一把大剑横扫四方 万师从中过滴血不沾身 然而接下来 一个浑身肌肉的丧尸统领出现 金馆长的大剑看在他身上只伤了皮毛 而后裔的子弹也像打在钢铁上一样 丧尸统领抓起大剑向女孩扔去 就在这危急时刻 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 是号称来自星星的都教授 只见他手掌一握 丧尸统领就动弹不得 接着便被都教授扔下了楼 然而事情还没完 丧尸统领竟然变异成了超级丧尸 一拳砸塌了楼 向众人逼近 就在这时 一个身穿黄色战衣戴红手套的鲁蛋出现了 没错 他就是地表最强的棋域 一拳 只用一拳丧尸统领就被干倒了 我忘了关瓦斯鲁 我先回家 奇怪 我不是最强的吗 为什么对他们跳舞 还叫他们我爸 我什么都没有 我们约好要吃饭的啊对不对 我们三个先约好的啊 走走走走走 我呢 下次一定 下次一定 好